同学们好,继续学习收入 收入确认和计量是五步法模型 识别合同,识别单向里约义务 确定交易价格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向里约义务 最后是分各单向里约义务去确认收入去 那我们上节课是谈到识别合同这一块 继续看这一部分内容 第三是合同变更 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三种情形 对合同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种情形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的 应当将合同变更部分作为一项单独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就一个说一个 新的是新的 原来的是原来的 比如说原来我们卖的是A商品 按照多少件可以进行反映 你新增的也是A商品 当然数量还是多少多少件 这是可以明确进行区分的 并且新增的这一部分 每一件的单独售价也反映新增时的单独售价 那原来的是原来的 那原来的新的是新的 那我们看第二个 合同变更不属于一规定的情形 所以在合同编高制已转让的商品与未转让的商品之间可明确区分 那还是能够分的 比如刚刚谈到A商品多少件 新的还是A商品多少件 能够分 但是接下来 新增的这一部分 它不能反映单独售价了 这个价格跟新增的单独对外卖的价格不符 所以它不属于一的情形吗 那这个种情况下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原合同已经就终止了 已经履行部分就履行了 该怎么做怎么做的 新的说新的 但新的合同跟原来没有履行部分要合在一块来算 因为你新的按照它的单独售价 以后卖掉时确认收入 就不对了 因为它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 合同变更不属于上述一规定的情形 且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的商品与未转让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区分 那就不像原来的了 说商品之间可以明确区分的 现在分不开了 比如说我们原来的合同为客户建造办公大楼 原来是平顶的 过一段时间 客户提出改称坚顶的 我们也同意了 就设计重新签订 办公大楼由平顶改称坚顶 那当然又增加了合同的一些价款 肯定改称坚顶要相应的增加一些成本 所以这个就属于原合同组成部分 给别人建造办公大楼 或者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 我们后面学习时大家会看到 要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它是在一个时段内履行了履约义务 那我们原来的按照履约进度确认过收入 那由于合同发生变更 你按照变更后的重新计算的收入 跟原来就不一样 这种情况呢 在合同变更日时 要调整原来的收入 好我们具体看下面这个图 说合同变更是否已经各方批准 那如果说没有经过各方批准 那当然这一项合同 我们无需做任何会计处理 还没有经过批准呢 那接下来是说 已经经过批准了 说该合同是否增加了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的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那比如 我们现在新的合同 说再要增加多少件商品 这个商品跟原来的能够明确区分 新增这一部分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原合同是原合同的 新合同是新合同 它是这样来处理 那这种情况 如果是的话呢 就说当然了 新的是新的 原来是原来的 将合同变更部分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 就是原合同部分 商品卖的时候 按照原来的单独的售价去卖 新的按照新的去进行处理 那下面说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那不是这种情况就涉及 可能我新的合同也增加了商品 跟原来的明确区分 但是新增的这一部分不能反映单独售价 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它并不是正常单独售价 那就也属于这种情况 还有的就是说 我们这种合同变更 并没有说是增加商品 完全还是原来的 比如原合同是120件 我们卖了60件已经转了 当时签的合同说120件 每件是100块钱 已经转让了60件 那60件还没有转让 现在市场上出现情况 商品的价格必须降价 不降价人家就不要了 人认可可能说合同违约 我付多少多少违约金 那我们还有多少 没有转让60件 那也有可能 就是对原合同 当时卖的120件 剩下60件 我变更价格 那这也是 不能把它作为单独的合同 所以接下来 那我们接着判断 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的商品 与未转让的商品 是否可明确区分 那一种情况 如果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比如说针对于商品 要是原来的120件 卖了60件了 还剩60没卖 我新的合同又增加30件 增加这30件呢 价格并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那就这种情况啊 但是确实能够明确区分啊 新的30件跟原来合同的30件 能够明确区分啊 那或者说 我们没有新的合同 再增加要卖的数量 就是原来120件 已转让了60 还有60没转让 没找让我们合同变更 把它的价格往下降 原来是100线的60 那也属于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理 说原合同终止 同时将原合同未履约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合并为新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 那如果说原来的还剩60件 我们新合同增加30件 那你应该合在一块 用总的金额除以总的数量 作为它的单价来进行处理 那或者说 原合同120件 我们原来的60件 履行了100单独售价 剩下的说 那我就是按照60卖了 那你剩下的60件 就按60 每一件60卖就完了 说到这个问题 那下面说 如果不是 下面我们看 要将该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进行会计处理 这个说的是 一转让商品 一未转让商品 不能明确区分 它是构成叫单项纽约义务 那比如说 我们是建造的办公大楼 那合同变更 可能设计 比如说 对于这个办公楼 原来是平顶的 我们改成尖顶的 那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种情况 说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进行会计处理 合同变更日 重新计算履业进度 并调整当期收入 和相应成本等 那说的是这个问题 那或者也可能 比如说 由于各种原因 办公楼还在建 建一段时间之后 我也没有再增加什么 还是原来的合同价 但提出什么要求 这样的变更也有 都是原合同组成部分 好 看教材的例三 A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每周围客户的办公楼 提供保洁服务 合同期限为三年 客户每年向A公司支付 服务费十万 假定该价格反映了 合同开始日 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 在第二年末 合同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变更 将第三年的服务费 调整为八万块钱 假定的该价格反映了 合同变更日 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 说同时 以二十万元的价格 将合同期限延长三年 那我们看说 这个的三年啊 假定该价格不反映 合同变更日 该三年服务的单独售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第二年末变更的 还有第三年没有执行 后面又延长了三年 那就要把这四年 合在一块来处理 因为延长了三年二十万 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你用二十万要除以三 六点六七 这个数偏低不对 也就是说 那你不能说 那我第三年干脆是八万 后面这三年 每年六五六七不合适 因为后面的 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嘛 合同没有履行的 那跟新的 我们要合在一块来处理 所以怎么个处理的方式 就应该是 原合同没有履行的 还有一年 跟新的延长的三年 要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呢 一共要得到的对价呢 是八加成二十八 然后二十八是四年的时间 这样呢 就是二十八除以四 以后每年确认的收入都是七万 不是说你原合同 重新签成八万就确认八万 新的六点六七 不是这个概念 这是 教材上这个例子 我们接下来再看例题 甲公司承诺 以每件二百元的价格 向乙公司销售 一百二十件A产品 产品在六个月内 转移给乙公司 甲公司在某个十点 转移每一件产品的控制权 当甲公司向乙公司转移了六十件A产品的控制权后 合同进行了修改 要求向乙公司额外交付三十件产品 即总数为一百五十件相同的产品 说这额外的三十件产品 并未包括在原合同中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 新增的三十件 都是A产品 跟原合同 A产品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因为这里说的 多少多少件 那肯定能够分开 能够数过来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新增的三十件 是不是一个单独合同 卖掉时每一件 说就按照新合同单价去确认收入 变成这样的问题 那就要看新增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反映了他新增的单独售价 所以我们看说情形一 当合同被修改时 针对额外三十件产品的合同 修改价格为额外的五千七 或者是每一件是一百九 就是三十件乘以 一百九呗 五千七吗 这一百九反映修订时的单独售价 那这种情况 合同修改 实际上是针对未来产品 一个新的单独合同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原来的剩下的六十件产品 卖掉时 每一件还是按照二百块钱 确认收入去 新增的三十件 卖掉时 每一件是按照一百九十块钱 确认收入 没问题吧 一个说一个的嘛 原来是原来的 新的是新的 这是情形一 但接下来我们看下面情形二 就不一样了 在协商购买额外三十件产品的过程中 乙公司发现已收到的六十件产品 存在独有的瑕疵 有问题 说甲公司因这些劣质产品 向客户进行赔偿 承诺每件产品优惠三十块钱 那就说原来卖的六十件 有问题 那刚好优惠三十 那合同双方新增每件产品的价格是一百六 就是我们新增三十件的价格一百六 新增合同价款不反映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那这种情况我们在处理时 不能说到我新增的以后卖掉的时候 每一件按照一百六十确认收入去 这不行 要跟原来的合在一块来算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原来的卖掉六十件有独有的瑕疵 让每一件优惠三十 那它呢应该是要充减销售收入的 这是一个销售折扰 所以我们看 一个已经卖掉部分存在瑕疵产品优惠 六十件每一件让优惠三十 一共是一千八 这个要充减当期的销售收入 与你后续 产品卖掉的时候 每一件确认收入没什么关系 那是以前的事情 那属于以前卖掉产品的这种折扰 要充收入 那下面我们要分析 由于新增的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这一百六不行 没反映单独售价就是要 原合同没有履行的和新增的合在一起 不能说原合同尚未履行的卖掉时 每一件还是二百块钱确认收入 新的一百六 这不行了 所以原合同剩下的 跟新合同 总的未来能够得到对价 是多少 除以总的数量 那就是属于每一件要确认的单价 我们看原来的还剩六十件 一百二十件卖了六十还剩六十 那原来的收到的对价是每一件二百 新的三十件 每一件是一百六 合在一起是这九十件产品 我们未来应该确认总的收入数 或者总的得到的对价 那除以九十 这样的等于一百八十六点六七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以后A产品再往外卖的时候 我就不要再分是原合同的还是新增的 每一件确认的收入都是一百八十六点六七 那这就合了吗 那看一下教材的例四 那这个例子啊 就是新增的 是原合的组成部分 以转让商品 未转让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区分 我们看 二零某七年一月十五日 以建筑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一项总金额 为一千万元的固定造价合同 在客户自由土地上建造一幢办公楼 预计合同总成本是七百万 假定该建造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业义务 并根据累计发生的合同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来确定履业进度 这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 客户是控制在建的商品 我们后面会看到呢 它是属于符合在某一时段确认收入的条件的这种情况 那就是按照一段期间 但体力已经说了 它就是属于某一时段内履行履业义务的 截至二零某七年末 以公司累计已发生成本四百二十万 然后履业进度就是百分之六十 如果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我们要算履业进度 根据履业进度确认收入 那这个百分之六十是说 以发生成本除以预计合同总成本 这个体力告诉合同预计总成本是七百 以发生四百二 那就履业进度按照这种方式算百分之六十 而原合同当时固定造价合同总数是一千万 这样呢 在二零某七年底的时候 确认了收入一千乘以百分之六十六百万 这是说截止到二零某七年底已经确认六百万了 下面是二零某八年初 合同双方同意更改该办公楼屋顶的设计 合同价格和预计总成本 因此而分别增加二百万元和一百二十万 这就是新增加的一个合同 合同干什么刚改办公楼屋顶的设计 由屏顶改成肩顶 那它肯定是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那就说原合同一转让商品 未转让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去分 分什么要坐在那建办公楼啊 分不了 那你新的也是原合同组成部分 这项合同价格和预计总成本 分别增加了二百万和一百二十万 这是价格的增加 也就是说 那现在合同总的收入就变成了一千二百万了 合同预计总成本原来七百 还要加上一百二就变成八百二十万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二零某七年底 你的完工进度就会发生改变 因为毕竟已发生成本只有四百 合同的收入数也会相应的要调背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 合同变更后你提供的剩余服务 与在合同变更制或者之前已提供的服务 不可明确区分 它就是单向的原义务 就给人建造办公楼 所以它是一个组合产出 单向的原义务 那这种情况下呢 要将合同变更是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来处理 变更后的交易价格 原来的是一千 再加上新增的二百 一共是一千二百 那我们重新估计的履约进度 已发生的成本四百二 合同预计总成本现在就变超八百二了 因为原来的是七百 变更的是一百二 那是八百二十吗 所以现在履约进度是百分之五十一百二了 这种情况下 按照变更后合同总的价格一千二 成以履约进度 我们重新估计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二 算的收入数 跟原来算的六百万就不一致 会比六百万就多了 那现在算出是六百一十四点四 所以多出十四点四 我们怎么办呢 以公司在合同变更日应额外确认这个收入 要进行调整当期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 可能有的同学会有这样的感觉 说这是针对二零某七年底 的事情 是不是这十四点四应该要进行追溯调整 那你要是在二零某八年的时候调 利润表的上年 资产资产表年初 不行 进行追溯调整 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才去做的 比如说 本期发现前期重要差错 往前追溯 涉及损一的 那要调七处六三收益 会计政策变更 那这个呢 我们还没有谈到 后面再说 要是追溯调整 那可能会涉及调七处六三收益 剩下的就是非常特殊的业务 可能往前追溯 长期股权投资部分 曾经跟大家谈到一个原来是控制的 由于出售部分投资不控制有重大影响 我们剩余的股权投资 追溯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结果 往前追溯了 另外还有像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在合并报表上有追溯的问题 不多 那我们正常的如果有调整 影响损益的都是当期 这是在2058年年初变更的 所以这一块收入调整就调2058年 因为我们也说了 就是在合同变更日来进行调整 什么时候变更的 2058年 什么时候变更 2058年初 在2058年来调 事实上 如果 要 正常进行施工企业会计核算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你可以到2058年底 算算累计确认多少收入 然后呢 扣掉2057年底的 累计确认收入 就是2058年当年的 那仍然会把变更部分的数字 反映到2058年 那等到后面啊 会谈到施工企业核算的一些例子 他真正某一期间的收入 确认就这样了 本期期贸易累计数 简直上期期贸易累计数 算本期的发胜过 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个提示 企业应当区分交易价格的变动 是属于合同变更 还是可变对价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上新增的 那在合同开始日 根据其所获得的相关信息 无法合理预期的 由此导致的合同各方达成协议批准 对原合同价格做出的变更 它并不属于可变对价 那应当作为合同变更来进行会计处理 就明确这样一个问题 可变对价是说 你在合同开始日就要进行估计 那现在合同开始日 没有办法进行的合理预期的东西 后面发生改变的就合同变更 我们看教材的利益17-5 假公司与客户乙公司签订合同 在一年内已固定单价100元 向乙公司交付120件标准配件 无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 这不是属于可变的 那且根据假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 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等 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 假公司不会提供价格折让等 可能导致对价金额可变的安排 假公司向乙公司交付60件配件后 市场新出现一款竞争产品 单价每件是65块钱 说为了维系客户关系 假公司与乙公司达成协议 将剩余的60件配件的价格 降为每件60 就是说已经转让了60件 还有60件没有转让 没转让说这60件 现在的价格呢 降为60 那以转让60件配件 与未转让的60件配件 可明确区分 这个没问题啊 一件产品说一件产品 当然能够进行区分了 假定不考虑亏损合同等其他因素 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 这肯定是一个会计政策变更 它并不是属于可变对价 那可变对价就说 你要是在开始卖这个价格 知道可能会有一些折让出现 我要自己进行估计 那以后折让跟我们当时估计的不同 那属于可变对价 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因此它属于合同变更 那我们看这个合同变更 它并没有去增加新的一些商品 还是针对原合同的120件 只是对没有转让的60件这一部分 做的这么一个变更 那我们在处理时原合同终止 原来按原来的 新的进行处理就行了 所以看这个例子里面 说由于呢 合同没有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调缓 那根据呢 假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 特定声明 习惯做法 以及等等事实表明 它也不会停用折让 那这个价格的折让 是市场条件变化引起的 那也就是说 这种变化是 假公司在合同开始 根据其所获得相关信息 无法合理预期的 那如果是你自己 能够合理预期的折让单数 这个不是合理预期的 所以由此导致的各方 达成协议批准 对原合同价格做出变更 它不是可面对价 要作为合同变更进行处理 这是明确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呢 说的商品已经转让60件了 还有60件没有转让 这个明确区分 因此呢 这个合同变更应该作为 原合同终止 即新合同定例 那说 假公司向以公司交付 剩余60件配件事 要确认收入3600 原来的是原来的 新的是新的 也就是说 以转让60件 那原来这是每件 按照100块钱 确认收入的 你没有转让部分 那不是剩余的吗 等以后转让时 每件是按照60块钱 确认收入 那说的是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教材的历时期 杠六 20年1月1日 假公司与客户 乙公司签订合同 在一年内 已固定单价100元 向乙公司交付 120件标准配件 假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表明 在该商品出现瑕疵时 将根据商品的具体瑕疵情况 给予客户价格折让 那企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后 认为会向客户提供一定的价格折让 合同开始 假公司估计将提供300元价格折让 那这就是一个可别对价 说你最终折让多少 后面才能够正式确定 20年1月30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交付60件配件 假定乙公司已取得60件配件的控制权 那假呢 当然对60件你可以确认收入 我们确认收入是说 60件每件是100块钱 但是120件我们是可便对价 有300块钱的折让 那你现在的60件 已经转让给客户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折让应该是有一半 所以我们要减去300的一半 300乘以60除一半 把它扣掉 去确认收入 因为这是可便对价嘛 你不能说 我都是按照100块钱确认收入 因为最后这120件 会有300块钱的折让 20年1月31日 乙公司发现配件存在质量瑕疵 需要反攻 假公司反攻处理后 乙公司对反攻后的配件表示满意 那假公司对存在质量瑕疵 配件提供的反攻服务 是为了保证销售的配件符合计定标准 那属于保证 等类的质量保证 那质量保证呢 我们后面会谈 有的属于服务型的质保 有的是法定的 在或有事项里面谈到的产品质量保证 那属于法定的质保 那不是属于服务型的 我们这一章后面会谈到 有服务型质保 构成单项留学义务 比如最简单的 卖汽车 说你再付多少钱 我再给你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 把原来的质保期三年变成五年 说有什么一些配件出问题了 我也给你提供免费质保 那要收钱的 那就属于服务型质保 20年1月31日 为了维系客户关系 甲公司按以往的习惯做法 主动提出对合同中120件配件 给予每件三元的价格折让 那一共是360块钱 该折让符合甲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 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协议 通过调整剩余60件配件价格的形式 提供价格折让 即将带交付的60件配件的单价调整为是94 每件件6嘛 一共60件变成360 那这件事情我们看 它就是一个可编对价 这件事情明显的会出现一些折让的问题 你当时的价格定的是100 那后面呢 客户合理预期 客户一定会说要给多少多少折让 那开始销售时就是一个可编对价 那等到卖了60件 还有60件没转让 现在告诉我就是给你折让360 客户也同意了 那以后从没有转让的里面去扣 那后面不会再出现新的一些折让的问题了 说啊这不够了 孩子再给我折让 那就那就不合适了 因为这时候已经就定死了 所以这个变化是可编对价的后续变动 可编对价就是说这价格还没有确定 当然我们教材有的例子放的顺序啊 可能理解起来有难度 毕竟呢我们可编对价是后面的东西 也不是说就绝对不能理解 那价格是不是固定可编的 可编的我们现在决定交易价格是确认收入 那后面当然在交易价格谈完之后 大家可能会更好的理解了 就是你不是说合同的价是多少 我一定都确认收入 你合同价格 那有的折让你都可以预期 最终可能要冲啊 当然我们也有条件呢 说你最终确认收入 即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这在后面谈到交易价格可编对价时候 所以这个例子呢 现在放到这里面 可能听起来有的同学说 说什么呢 我怎么没听说可编对价呢 当你把可编对价那种学完了 你再去听一遍 如果这次没听懂 那可能就会好得多了 那我们看他的说明 这个例子里面 假公司后续实际给予的折扣 与初始预计的折扣 实际上这种折让的差异 属于相关不确定性消除而发生可编对价的变化 原来的说我预计总的是属于三百块钱 那现在呢最后说 哦那就行了都三百六了 已经定死了 客户都同意了 所以这个不是属于一种合同变更 它是属于一个可编对价 然后还有有明确 假公司给予的价格折让与整个合同都相关 它是针对于 一百二十件产品 每一件给折让是三块钱的三百六 但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六十件 已经转让了 已经有了交易价格了 已经确认过收入 那你现在的 如果这三十件转让的 最终折让的最后价格 跟原来的不一致 那要调整当期的收入 所以因此假公司在交易价格发生变动的当期 将价格折让增加额是六十 原来它是按照三百块钱的折让算的 现在最终确定的是三百六 你就是就已经同意了 反正这折让就三百六 或者说客户说就按三百六来 他同意 那就三百六 那把它要分摊至已交付的六十件配件 和尚未交付的六十件配件 因为它与整个的一百二十件相关 以交付的六十件配件的销售折让变化 那你要充电收入 因为我们一共变的是六十张 已经交付了一半 那我们当然要充电收入三十 然后假公司再以公司取得剩余六十件配件控制权值 你确认相应的收入去 所以就说那个折让的三十 另外三十 那后面再说 它是这样一个题目 所以说的并不是属于合同变更 这是一个可变对价的情况 我们看教材的例七 假公司与客户与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提供广告投放的服务 广告投放时间为20年1月1号至6月30日 投放渠道为一个灯箱 合同金额是60万 合同中没有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 也没有约定投放效果标准 且根据假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 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 假公司不会提供价格折让等安排 双方约定 20年1月至6月 以公司于每月月底支付10万块钱 广告投放内容由已公司决定 对于假公司而言 该广告投放为一系列实质相同 且转让模式相同的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这个呢就是界定啊 我们这个广告投放是个单项履约义务 这个大家听起来又有点头疼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收入那五步法的第二步 识别单项履约义务这件事情 先简单的说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比如说卖手机送话费 在前面给大家谈过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两个吗 两项履约义务 那你应该把收到的钱在两者之间去分去啊 说到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广告投放 我们就把它认为是一个履约义务 不是两个 它属于单项履约义务 那后面再说嘛 实质相同 转让模式相同 可明确区分商品 我们是把它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按照那一个时段去券收入去 那广告投放以后 这个是按照一个时段的后面再谈啊 这都是等到收入确认是什么情况下 在一个时段 什么在一个时点时 再详细说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真正要说的太多了 也不好办 那你就知道一下说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月一个月可以确认收入去 广告投放以后 由于出现外部突发原因 周边人流量骤减 义公司对广告投放效果不满意 20年3月31日 假公司与义公司 达成了广告投放服务补充协议 且双方已批准执行 假定分以下三种情形 我们看情形一 对后续广告服务达五折处理 即20年4到6月 客户于每月月底支付五万块钱 那这个题呢 说本案例不涉及亏损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的分析 就认为都不亏 那我们看情形一 怎么来做 那这种情况 它肯定属于合同变更 你又变了 这个变更的并没有增加可明确区分商品及合同价款 只要没有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合同价款 然后说合同变更日以提供的广告服务 与未提供广告服务之间可以允许区分 那还是能分的呀 你已经提供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没有提供后面还没播放 也能够明确区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把它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 吸引合同定例来进行处理 原来说原来的 吸引的是新的 那原来的每个月的 它的一些价格 就是 当时吗 每个月十万 因为合同总金额六个月是六十万 每个月十万 所以这种情况 原合同 那每月就是 已经完的 没变更的 原来的一部分 那原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到三月 每月 每月十万元 确实这个收入 那现在我们变更之后的说新的 变更 这核动变更 那现在针对的是四到六月 每月 每月 那就剩五了 这是关于他收入确认 原来说原来的新的来新 但是实际上这属于变更的 就变更的合同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情形二 增加广告投放时间 即合同期限延长至二零年八月三十一号 但合同总价六十万元不必 客户于四到八月 每月底 支付六万 那说的这个 三十万 每月就六万了 情形一的时候呢 交易价格 那现在是 一共是每月五 一共十五 因为它降价了 那那情形二不一样了 延长了 那这种情况 我们要确认收入的话呢 一到三月 每月是按照原来的 那每月还是属于十万 也是合同变更啊 增加了广告投放时间 本身可明知区分 承诺的服务时间 与原服务时间 没有形成组合产出 不存在着重大修改或定制 高效关联等 那这个问题 实际上说的呢 它还是一个单向理学义 那有的一些词啊 比如说 是按照一个时段 某一个时点 这是等到后面 履行每一单向理学义 五十确认收入在谈 因为 比如说 要是涉及到 有什么关联的 重大修改定制的 那的处理方式比较特殊 那如果是组合产出的 也得合在一块来调 那就属于单向理学义 所以它是界定一下 所以因此呢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广告投放服务 没有新能合同价款 那变更要作为原合同终止 新合同定理来进行处理 那现在要4到8月了 那这个时间呢 就说每月 要确认的收入就6万块钱 一共30万 原来的终止 那你新的二都新的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情形的三 增加广告投放媒体 继从20年4月1日起 到20年6月30日 甲公司为乙公司提供两个灯箱来投放广告 在新的灯箱上提供的广告服务本身是可明确区分的 合同价格60万元和付款情况不变 假设呢 甲公司为提供广告服务而占用的灯箱不构成租赁 不考虑其他因素和相关税费 那就是整个的进入情况都是这样的一个假设 再看情形三 假以双方批准对合同范围做出变更 那这个变更是增加了广告投放服务的范围 在新增的灯箱上提供的广告服务本身是可明确区分的 所以这说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广告投放服务 但没有新闻合同价款 那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新增的商品 如果说新增的有一个单独价 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我们都是按那个第二种情况来说 也就是说原合同终止 原合同没有履行的和新增的合在一起 来进行处理 那这个呢 因为新增的没有价款 肯定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所以只能是把原合同没有履行的跟新的合在一起来处理 也就是说假公司应将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 新合同定例 来进行处理 那新合同现在两个灯箱 两个灯箱服务时间4月1号到6月30号 那交易价格是30万 那现在就变成两个灯箱 每个月确认的收入是10万了 因为一共30万了 那下面我们看18年的单选题 二零某七年2月1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项总额为2万元的固定造价合同 在乙公司自由土地上为乙公司建造一栋办公楼 截至二零某七年12月20日至 假公司累计已发生成本6500万元 二零某七年12月25日 经协商合同双方同意变更合同范围 附加装修办公楼的服务内容 合同价格相应增加了三千四 假定的上述新增合同价款不能反映装修服务单独售价 这是个干扰 那如果说移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之间不能明确区分 我们就不再谈你新增不管是不是反映单独售价 你分不开卖什么呀 就像前面我们的例子 这个平顶改成尖顶 你尖顶单独卖 卖给谁去啊 所以没这事买个尖顶啊 是遮风啊还是挡雨啊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干扰的 那我们的装修也是一样的 你把这个装修的东西单卖去 你装修是附在这个楼上吗 你怎么卖呢 所以它一定是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 关于上述合同变更会计处理中正确的事 我们看 A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单独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我们要是作为单独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一定是新增的跟原来的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这个商品明确区分 并且新增的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才这样做吗 所以这不行 B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这是对的 你装修嘛 一定是我们原来的合同 办公楼它的组成部分 C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与完成装修时确认收购 这个根本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 这是一个组合产出 所以这个不行 D原合同为履约部分 女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新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那当然这也不行 D适用于什么情形 是我们新合同跟原合同的商品能够明确区分 再有新增的商品没有反应单独售价 我们参照这个作梦 就是把原合同剩下的跟新增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题目B是正确的 前面谈到内容 就是识别合同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合同变更部分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步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那现在的问题说 到底有什么承诺 就看承诺 什么是履约义务 是指合同中企业向客户转让 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 比如我们前面也都谈到过了 那合同里面卖手机送话费 承诺了 把手机给你 承诺了 以后12个月我给你送话费 这叫承诺吗 也是说在合同开始日 我们要对合同进行评估 看合同里面 到底有多少承诺 或者有多少个单项履约义务 把这个承诺也好 或者叫单项履约义务也好 然后确定了 然后再说 那到底这个承诺 或者这项履约义务 是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还是某一个时点 那这个问题 我们是最后一步 履行履约义务 是确认收入再去谈 那下面我们看 怎么去确定 到底是不是单项履约义务啊 或者合同里面 有多少个单项履约义务呢 企业应当将下列 向客户转让商品的承诺 作为单项的业余 那就是单项不可区分的 第一个 企业向客户转让 可明确区分商品 或者商品和服务组合的承诺 下面说 企业向客户的承诺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那应当作为可明确区分商品 下面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 那是能够区分的 如果不满足的 都是单项履约义务 那就相当于一个承诺 或者把有一些看起来 好像是两个承诺 但也合在一块 变成一个承诺 那你确认收入时 就是按照单项履约义务确认收入 第一个条件 是商品本身的特征 从客户的角度去进行判断 条件一 客户能够从该商品本身 或从该商品与其他 易于获得资源 一起使用中受益 那如果说某一个商品 从商品本身客户根本没有办法受益 也不能从别的地方 易于获得资源 一起使用中受益的 那他就是单项 不可明确区分 以后我们再去谈这件事情 那条件二 是合同这方面的特征 所以一个是商品的特征 一个合同特征 合同你销售方跟人签的合同 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 与合同中其他承诺可单独区分 这从合同背景下能够分开 那如果说这两个都满足了 没问题 可明确区分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 卖手机送花费 手机从客户的角度上 本身拿手机就可以受益 你不送花费 我可以自己买 能够受益 那企业这边也能够分开 卖手机送花费 合同里面都能可以单独区分 没什么也相联系 那就可以把它作为两项履约义务 卖手机是一个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送花费是一个单项履约义务 所以要求说两者同时满足的 是不是 是同时满足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如果没有同时满足 不可明确区分 不可明确区分的只能把它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就是一个程度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把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履约义务 所以要看合同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单项履约义务 我们看吧 说第一个 从客户的角度来说 说的是商品本身的特征 第一 商品本身的特征是否可区分 主要考虑商品本身的性质 而非客户使用该商品的方式 这个听起来好像说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说的就是商品本身特征的事 例子来自于国际财务报告证则 那国际财务报告证则的举例都是非常经典的 说例如 如果主体向客户转让一部机器 而该机器仅能在安装完成后才能使客户获益 没有经过安装 往那一放客户不能获益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安装这件事情 只有主体能够实施安装 那告诉我们说这项安装啊 客户并不是说能够从易于获得取得的资源就能够做的 你找别人进行安装 别人说干不了 干不了 找那个人不知道咋回事 我干不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了 从客户的角度上 这个机器设备本身不会给他受益 他也不能够从易于获得的资源 一起使用中获益 所以条件一就没满足 你两个都满足了才是明具区分的 这样就是说该机器不能够明具区分了 你这个安装跟机器就不能够明具区分了 所以这不就是商品本身的特征吗 这个商品本身决定了 它就是单项 分不开 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向客户转让商品 转让商品之后 它能用 我们必须得相应的提供什么 如果我们不进行提供 它根本就不能用 别人又提供不了 那这些你必须合在一块 所以商品本身就不能够进行区分 或者有一些情况是 专业化的程度非常高 比如说要把一些生产线什么卖给它 这个生产线需要一些调试安装 它要用生产线生产产品 我们必须还要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 别人根本做不了的 商品本身特征 不可明确区分 那你专心化程度要求高就这样 所以我们看说 因此企业在进行评估时 这也是要注意的问题 说评估时 不需考虑任何可能妨碍客户 从该企业以外 获取亦取得的资源的合同限制 那这个说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设备 我们卖给客户了 安装这件事情 是一个标准安装 谁都能做 客户可以去找别人做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做 那这种情况就变了 因为客户 他能够从别的地方 易于获得的资源 一起使用中获益了 所以呢 你集气跟这个安装 就可以分开 是两项旅的意义 一个说一个的 那你说 我在合同限制它 说这件事情 只有我安装 那没用 商品本身不是这个特征 这个商品本身 就完全它的说集气 跟着安装可以分成来 你不能说 我因为合同里限制 必须我安装 你就把安装 跟商品合在一块 作为单项里的义务 那不行 这说的就这个东西 不要说这个限制 商品本身就看它本身 到底什么样的特征 这个现在没问题了吗 所以就说你评估是 不许考虑任何可能 妨碍客户从该企业以外获得 人就从外边获得 那就易于获得资源中受益了 就能够分了 你说我来个合同限制 我限制说 你不能从外边 找别人安装 必须我安装 那没用 那商品本身 还是能够进行区分的 这是一个 那下面我们看是 从销售方的角度 那就说合同背景下 合同背景下 怎么判断 是不是可以明确区分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可明确区分 是单项里的义务 我们关注一些关键词 叫做重大整合服务 如果有的话 不能明确区分 比如组合产出 再有重大修改或定制化 没有我们重大修改或定制 这个商品 虽然可能能用 但是它的功能就不行 有重大修改或定制 它效果就好 还有高度关联 那你看起来好像是 两项履约义务 但这两者之间高度关联的 那以后我们通过例子再看 那你只能把它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一个一个来看 下列情形 通常表明企业向客户转让 该商品的承诺 与合同中其他承诺 不可单独区分 不可单独区分 其实告诉我们的 就是单项履约义务 说第一个 企业需提供重大的服务 已将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 其他商品 整合成合同约定的组合产出 给客户 组合产出 你比如说给别人建造办公大楼 那是组合产出 那就只能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不要再分了 哎呀办公大楼 这跟那 这个那分 分什么呀 是组合产出 因此组合产出的方式 我们说的都是属于单项履约义务 再看第二 该商品将对合同中承诺的 其他商品 予以重大修改或定制 说只有重大修改或定制了 那我们可能才跟客户 比如说他的一些信息系统等相对接 才能使客户更好的受益 那也是单项履约义务 第三是 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 具有高度关联性 我们通过例子再看吧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不可单独区分 换句话来讲 单项履约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 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时 往往约定企业需将商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地点 那可能是有这样的约定 那现在就是关于这种运费怎么处理 通常情况下 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发生的运输活动 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你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的运输 你要单项履约义务说 那还有单独售价 单独收款的事 那客户不管 你运到人那块人才算 所以这个就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相反 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后发生的运输活动 那就不一样了 你都转移了 还让运输 那我这部分运输肯定要单收费 这可能表明企业项客户提供了一项运输服务 那应当考虑该项服务是否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那一般可能就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我们看教材的例8 17-8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相其销售一批产品 并负责将该批产品运至乙公司指定地点 假公司承担相关的运输费用 假定销售该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且控制权在出购时转移给乙公司 这说要负责把这个产品运送至乙公司指定的地点 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 出购时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 之后假公司将产品送到乙公司指定地点 发出运输活动 那实际上是为乙公司提供了一项运输服务 也就是说你出购时已经算乙公司的了 他取得控制权了 我们是给他带运输 那如果这项运输服务构成单项的业异 其实假公司是运输服务的主要责任人 假公司应当按照分摊制该运输服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也就是说你要确认这部分运输服务的收入 那这个呢是将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旅游义务 然后分每一项旅游义务来确认收入 不是说把整个收到的钱确认收入 都算卖商品的 而这个运输服务这边就不管了 那不合适 我们看 教材的例十七杠九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一批产品 并负责将该批产品运送至乙公司指定的地点 假公司承担相关的运输费用 假定销售该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游义务 且控制权在送达乙公司指定地点时转移给乙公司 那这就不一样了 你控制权送到指定地点才转 那这里我们看 说由于假公司运输活动 是在产品控制圈转移给客户之前发生的 由我们运到指定地点 控制圈才转移吗 那因此不构成单向的业余 那是假公司为旅行这项合同发生的必要活动 它不是属于单独收费 我们看例题 某承包商企业签订了一份为客户建造医院的合同 你就承诺了给人建医院 说该企业负责项目的整体管理 并识别应提供的各种商品或服务 说包括工程技术 场地清理 地基构建 采购 建筑架构 管道和管线的铺设 设备安装机装修 你看它提供很多 感觉呢 好像有那么多程度 但是这是一个组合产出 那我们只能把它作为单向履业义务 所以什么建办公大楼 建医院的这些组合产出的 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属于组合产出 不可明确区分 不明确区分就是单向 我们不要说工程技术 你给我多少钱 场地清理多少钱 地基多少钱 每一个每一个确认收入去 不是这个概念 总的整体 你收入怎么进行确认 你说我们后面按照一段期间 说按照履业进度 分级确认收入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说这个是单向履业义务 我们要清楚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例题 甲公司与客户定理一项合同 约定转让软件许可证 实施安装服务 并在两年期间内提供 未明确规定的软件更新和技术支持 说通过在线和电话方式 安装服务 安装服务包括为各类用户 例如市场营销 库存管理和信息技术 来去更改网页的屏幕 说作为安装服务的一部分 软件将做重大定制 以增添重要的新功能 从而使软件能够与客户使用的 其他定制软件应用程序相对接 那只有这样的话 才增添一些新的功能 使客户更好的受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定制安装服务 那这些啊 定制安装 软件许可 你许可人家了 但是你要没有进行一些安装 不做这种定制 说可能客户也能用一些软件 但他不会更好的获益 如果说我们要对他进行定制了 安装增强新增加新的功能了 那跟他进行对接 能够更好的获益啊 所以这种情况 就作为单向的 你这个安装啊 软件提供软件许可 应该合在一起构成单向旅业义务 也就是说你不能 说我这个软件 单独的 安装单独的 不是 将来收入确认时 它是构成单向旅业义务的 那我们再看高度关联这件事情 说甲公司同意 为乙公司设计一种实验性的新产品 并生产该产品的20个样品 产品规格包含尚未得到证实的功能 那甲公司应根据客户意见 不断改进样品 直到客户满意 我们看到这里面 因为给客户提供的是20个样品 样品要我们设计 我们去制造这个样品 所以涉及到有设计服务 还有呢制造服务 那这两个是不是两项旅约义务 如果不是高度关联的 那没问题 但是现在说 我们设计完了制造 给客户看形成了 客户说不行 回来重新设计重新制造 然后再给客户 直到客户满意为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个设计服务和生产制造这个服务 是高度关联的 不可明确区分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把设计 还有生产制造 应该合在一起 只是一个单项旅约义务 那你不能说 哎呦 我这个合同里面两个 把总的价格分到设计多少 制造多少 分不开 这两者是高度关联的 那你只能是合在一起 是这么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第二个 说企业向客户转让一系列实质相同 且转让模式相同的 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 那这种情况 是不是说我就可以分成好多个履约义务 大家也清楚 凡你分的多 就越麻烦呗 分的越多越麻烦 因为最终是分每一个单项里 也有去认收入的 比如说 酒店管理服务啊 保洁服务 那你酒店管理服务里面 也涉及到好多好多项目 比如说维修的 那酒店管理里面 那涉及到还有打扫房间的 那很多 你是不是酒店管理提供服务的 我也要分的那么细 甚至说细到打扫房间的 拖地这个确认多少收入 擦桌子确认多少收入 可能吗 那你按照成本效益原则 肯定是不合适的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是把它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它呢实际上是基于成本效益原则 我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而不是说给它分很多 成本效益 什么意思 你做一件事情 付出成本很高 带来的效益没那么多 那我做它干什么呀 亏不亏呀 因此 这种情况 它就是属于单项履约义务了 然后再有 说企业 为履行合同而开展的初始活动 通常不构成 履约义务 除非该活动向客户转让了承诺的商品 你要没有商品的话 像这个初始活动 不要认为它也是构成什么履约义务 有什么履约义务啊 你像说 例如 某俱乐部 为注册会员建立档案 那就建档案呗 那也不是说提供什么商品呢 我不能说给它建立档案 我自己在这边就确认收入去啊 是单项履约义务 还要交易价格分过来点了 那它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这个概念我们知道 那这节课给大家谈的 一个是属于合同变更 三种情况我们要清楚 如果说 新的跟原来的商品 可以明确区分 新增的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一个说一个 那第二种情况不讲吗 如果新的 跟原来的商品可明确区分 但是新增的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把原合同剩下的跟新的 应该合在一块 来进行处理 然后第三种情况说 我们新的合同 跟原来的不能明确区分 就商品不能明确区分 那这种情况新增的 只能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处理区 我们相应的要调整 变更质的收入 那这个核算我们后面 会谈到施工企业会计核算的一个例子 当的时候大家会更清楚 那对于识别 履约义务 合同中有多少个单项履约义务 有几个 那你要清楚 说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能明确区分是单项 一个是从商品本身去看 那从客户的角度上 说客户呢 用这个商品本身不能获益 又不能从别的地方 易于获得资源 一起使用中获益 那好了 不能分 就是给大家举的例子 提供机器 需要安装 不安装它不获益 客户不能获益 安装只有我们能安装 别人安装不行 那是商品本身的 所以安装跟提供机器 是单项的业业务了 然后从合同背景下 其实站在销售方 我们关注组合产出 那是单项的业务 如果有重大修改或定制 那也是合在一起 单项的业务 还有高度关联 单项的业务 那不能明确区分的 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向客户转让一系列 实质相同 转让模式相同的 看起来能够明确 区分商品的承诺 但是我们应该要把它 作为单项的业务 就不再分了 典型的像酒店管理服务 保健服务的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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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